在運通 財富指揮官 財富漲停板 而且選前的第一天 該發生的事情通通都發生了 所以各位注意 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很可能會有新的股票 沒關係 我們先用看的就好了 很可能會有新的股票 從最低點重新給你漲上來 甚至取代原先的強勢股 這一點有可能會發生 第二件事情 也有可能說各位注意到 最近的行情真的有的時候滿厲害的 什麼叫滿厲害的 各位注意 股市為什麼常常讓你賺不到錢 其實這三個字你要學起來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 各位看到沒有 大家覺得說這個一定要先給他嘎到漲停板 結果嘎一半他就休息了 沒關係 嘎一半照賺 但是如果你嘎上來那個時候才去買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點怪怪的 甚至我今天還會跟各位提醒一件事 那麼明天今天神盾集團休息 但是我覺得神盾集團今天就算有一個好消息 除非好到嚇死人 但是我這麼告訴各位 今天真的要跟各位講的太多了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要小心說利多出來之後有的時候會反而有一點退後的現象 但是我這麼講一句話 親愛的投資朋友 從選前到選後 我說現在已經漲了1980點了 1980點你一定要注意到什麼 注意到我跟各位講的資檢勸增的股票啊 才最具有力道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這件事情 那麼假如是資增勸減的股票咧 資增勸減的股票咧 怎麼談都談不出來 資減勸增的股票 融資減 融勸增加 創新高啊 你也不要去管他政策不政策 或者說你要管他利多不利多 我都同意啊 你要利多也要看到說 這個人的一個真正的體質 能夠讓他加分 這個時候才能夠漲得上去啊 這是不是你親眼看到的 你跟我講 所以是不是你可以跟隨的 我認為絕對可以跟隨 因為我給你的是個方法 是個公式 而不是突然之間 我個人看好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選後 我認為有很多事情 你馬上就要開始做調整了 就算你不喜歡政策概念股 這個我等一下說啦 就算你不喜歡政策概念股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在選前特別跟你提到 我說這件事情跟選舉 跟誰當選沒有任何的關係啊 我說AI手機一定超過AIPC啊 我說請你記得一件事情 CES電腦展結束了 CES電腦展結束了 所以呢 不管今天漲多少點 你看從一開盤的時候 你就不用想賺了 不管今天漲多少點 從一開盤你就不用想賺了 多少人帶你說伺服器一定要大漲 說人生有兩種浪費耶 一種浪費叫什麼 叫做買進去 股票跌下來 我不管你到底有沒有跌到多少 第二種浪費叫什麼 叫浪費時間啊 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2353的紅機 那麼你賣在56塊這個時間 1 2 3 4 5 6 2個多禮拜了 這是不是會期啊 這是不是你可以賺錢的時間啊 如果在這個賺錢的時間裡面 你找到新的股票的時候 人生不是快樂得很多嗎 我有沒有告訴你手機啊 AI手機 我說做股票有的時候 真的不要問別人 也不要聽老師喔 跟你講什麼 你就通通放進去 那個你沒看過 梁山伯住英台嗎 你一定要用自己想一想 才能夠毛曬頓開啊 所以我講話是有評有劇的 不是像別人整天喊漲點買 喊漲點買誰不會啊 哪一支股票漲點買 我出來講漲點買就好 我看別友年紀輕的 都是這樣做節目 但是我覺得他們做的都很普通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服不了你啊 我講的東西是有評有劇的 我說該結帳的時候給你急啊 什麼時候結 那麼請你記得CES電腦展 上個禮拜五就結束了嘛 那這時候還不賣 一個CES電腦展來講的話 哇 紅機出來講話了 然後藍天出來講話了 英台爾出來講話 所有會講話的人 全部都在那邊講完話了 那請問一下如果明天 英台爾老闆又說 我昨天講的不算 我今天再重講一次利多 你覺得有效嗎 可能嗎 還是紅機的老闆出來講說 我前幾天在電腦展講的不算 我今天再開個記者會 有人會去嗎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啊 算算看幾支好不好 來 先算一下 一 二 少畫一個 三 四 五 六 七 再加上紅機三 十個停板收工 收工啊 該收則收嘛 這樣子我今天才有話跟你說嘛 哎唷 原來選前布局啊 我現在才有話跟你說嘛 你不要說老師 人家都賺三倍 你一支停板想跟他講 錯 他賺三倍是賺在什麼 賺在牆壁上 賺在這個標題上 我賺十支是我賺在口袋裡 那不一樣啊 所以人生要知道哪裡不一樣啊 這個沒有賣所以沒有停損嗎 沒有賣所以沒有賠錢嗎 很多老師都說 我的股票從來沒有賣 所以我沒有賠錢 這是對的嗎 當然不對嘛 當然不對嘛 從這裡到這裡就算你不賣 你也浪費了半年 這半年光大盤漲了1980點 我等一下還會跟你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對 等一下還會講到大盤 所以各位啊 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它是一個不斷輪動的 我說CS電腦展結束的時候 你不要在那邊太熱鬧了 而且這次選完之後 尤其是來 我們這個時候要回來講大盤了 為什麼我沒帶你們去壓什麼PC啊 因為PC很大隻嘛 我其實也沒帶你們去壓什麼台積電啊 那麼電子股裡面只有一支怪怪的 叫做6531的艾普 我乾脆一點跟各位說好了 假如你去看那個節目的時候 你會發覺艾普的老闆最近出來表態 在不是經濟上面 在政治上面表態 怪怪的 我這個我先不管它 總而言之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CS電腦展結束了 這個就應該先結束 對 艾普我有說 我有在錄露營的時候 跟你們講說這個股票好像還會再漲一下 來 不管那麼多 來 先講一下 那該退的時候你是不是該退啊 我問你啊 該退是不是該退 哈囉 你把錢放在那邊不動 或者讓他套牢 你有沒有想過啊 很多事情我從很早開始追蹤啊 注意喔 這個不是賴清德總統 這也不是賴清德副總統 更不是行政院長 這是2016年11月5號 這個不是小英總統 這是小英總統候選人 8年前 8年前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來到這一家公司 跟大家提到說 未來他們要做綠能 各位知道嗎 那個時候在哪裡 在這裡 106年在這裡 是的 在這裡 你知道這家公司我追蹤了多久啊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今天看起來有那麼一點點味道 會不會呢 注意 會不會是華城漲多了要讓他休息 而現在還沒漲上來的大雅 各位看大雅 才剛剛開始起漲而已啊 要來做一個接棒 或許是這個情況耶 那先不管那麼多了 總之是不是賺錢 是不是很開心 買黑資檢勸徵對不對 資檢勸徵買黑嘛 好沒關係 想衝大家一起來衝 反正我買黑 各位來看一下 買黑買在這裡 多少錢我看一顆 買去啊 各位看到沒有 買黑看到沒有 來 348349 隨便你好不好 隔天變紅了就已經10%了 今天再漲6%可以吧16% 能賺盡量賺有什麼不開心的 對不對 一樣照賺嘛 卡住 看到沒有 然後你也可以選這個啊 融資減 融券增加 注意喔 先都不要看 我都一直跟你講說 其實你不要被這個所引導 股價市場只有兩種消息啊 你說老師 什麼叫兩種消息 四個字 就像人家那個武功高手跟你講說 那麼一橫一束而已啊 一代宗師啊 你聽那個老師這邊講說 這個EPS增加了三毛兩角六 你太累了吧 不是太累了 你說太無聊了 股價市場 巴菲特講看大的 所以只有兩件事嘛 在這個位置利多會不會漲 融資減 融券增加 在這個位置利多會漲 這樣對吧 在這個位置利多會漲 這樣對吧 在這個位置利多有差價 1519發生有差價對吧 在這個位置利多會漲 沒錯吧 就是這樣嘛 還有咧 各位看到沒有來 還有要尋找什麼 尋找未來的利多啊 你電子股它是不斷不斷在移動的嘛 所以我說三星的新助理叫做Bikesby 基本上它會幫大忙 為什麼 他現在只要給你關鍵字可以寫文案 我今天給你黃靖哲 他會給你把財富指揮官的傳證稿寫好 如果你想要看我的照片 文可以深圖啊 甚至直接說 我想拿給國外的人看 泰國人可不可以 可以照常給你語言翻譯 我只要在這個電話裡面講 你手機拿起來不用等喔 也是講完說 我想去巴黎島 你要拿給人家聽 不用 你問那個印尼司機你就直接講 我想去巴黎島他就出來了 他就出來了 他就直接在那邊聽了就是翻譯了 所以這個是真的有銷路的嘛 真的是生活上你可以用的嘛 就像什麼 就像熱的時候你可以用電風扇 對不對 然後你說熱的時候我一定要買手機嗎 不一定吧 我一定要買PC嗎 Sorry 我一定要買PC嗎 不一定啊 所以基本上你要看看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 科技來自於人性需求在哪裡 台灣唯一的 我跟你講說三星唯一的概念 我叫CIS影像感受器的偏高 這是上個禮拜四 1月11號 我在股市現場跟各位說啦 一片子說實話不容易 但是各位看到沒有 叫你布局就是布局啦 看到沒有 就先掌填啦 就先掌填啦 甚至各位看到6237的華汛 我跳過一種股票 注意喔 我跳過一種股票 就是神盾集團 我等一下要講 那各位注意 第二個看到沒有 那麼語言控制IC是這個裡面的主力啊 你總要講話他聽得懂嘛 你現在講話他會寫字 現在不是寫字 他寫字之後還要翻譯啊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語言控制IC是不是也是重要的 也是一樣大漲啊 也是一樣大漲啊 當然了 今天大家還是會講到說6658 6684 6684的安格 6243的迅捷 今天都是隨著這個手機的觀念往上漲了 因為他們就是標準的AIPC概念股啊 神盾集團打進三星啊 所以三星將 我認為啦 神盾再往上漲有一點難做 我是直接這麼說 甚至明天利多不太容易動 所以我今天也沒有 一定要去追神盾概念股 有的人說喜歡追 那就讓你追 我不喜歡 我認為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想到啊 第一件事情啊 當新總統上來的時候 賴清德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這麼點名了 我們是民主社會 講他的名字沒關係啊 那他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效應 這叫政策概念股啊 第二個 三星這麼做了 就跟賴清德的一樣 它這個指標嘛 三星這麼做了以後 小米華為 所以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來吧 今天有沒有發覺 OTC比較強勢啊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跟上來 現在開始就是準備要讓你布局未來新股票的一個時刻 這個新股票跟過去又沒有相關 所以我說過 這一次來講的話 後面還有利多 一定要想辦法 不要說紅包行情了 做到紅包之後都還有啊 那哪些可能是 最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的 CS電腦展的休息了 有一些股票漲多了要休息 但是有些股票還沒漲啊 甚至後面可能還有機會的 歡迎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我們就說過 希望各位能夠在過年之前 辦上我們的任何的LINE 以及我們的加入我們 歡迎所有朋友想辦法跟上來 接下來我還準備跟各位講 政策概念股馬上回來 賢坤 運打頭顧黃老師 年輕年新希望 把握年前資金行情 掌握景氣循環 歲末感恩大回饋 為其農曆年後起散 讓您帶著滿滿的紅包過年 歲末感恩專案 請您立刻撥打 022781 0909 茫茫古海資訊爆炸 您該如何掌握獲利契機 運打頭顧黃老師 28年股市經驗 瞭解股市漲跌道理 獨創ISI九大要領洗盤片線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面面俱到 豐富的經驗實力 是您最大的投資依靠 您的資金需要最大的呵護 才能掌握股市報復的機會 黃老師唯一投資自負專線 022781 0909 27810909 RSI靖遍 賜錶盲點 太弱 換墙 讓您改變 散戨的命運 運打頭顧 02-2781-0909 2781-0909 如果你发现有朋友在吸毒 请不要立即推开他 这可能是向你求救的讯号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从环境改变开始 摆脱毒品诱惑 真正能带来长期幸福感的 是旅游 培养兴趣 人际相处 这也是我们能与身边亲友一同创造的 吸毒不仅犯法更伤身 拒绝毒品才是解方 假期当中因为大选的关系 那么大家心情比较浮动 我发了两篇文章给我的家族成员 还有我的LINE里面 所以表示我们是非常认真的 而且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还是在这里 来 你们去对 如果我不是这样讲的 你就把我对一对 这样够清楚吧 那么各位看到没有 我说台币从30.6元开始一路的扁 那么我认为这个行情里面 尤其是我今天就 昨天就写到了 说请各位留意 今天一定会有人告诉你说 这个行情里面会有什么庆祝行情 不庆祝行情 我认为庆祝行情政策的比较多 如果整个大盘来看的话 看一下台币今天又扁 而且扁到哪里 扁到我讲的31.2的位置 甚至各位看一下台币现在来讲 今天扁了一毛四 所以台币在扁代表什么 代表大盘其实受到月线的一个压制 暂时还上不过去 所以流上影线 看清楚流上影线是应该的 OK 那至于这个股票 这个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终点了 不一定 我们这两天还可以继续追踪 因为大盘既然要流上影线 本来今天最强势的股票 就会流上影线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 推理的一个因素 但是大盘为什么会流上影线 台币为什么会扁 那落势的股票 基本上它就会继续落势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 这个行情里面 那么和台币比较没有相关的 叫做内支 那么整个一个柜台指数 今天比较上来 有没有看到 柜台指数今天比较上来 所以很多事情 是真的是选举的关系吗 你一定要这样解释 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选举的效应 现在一开始不算太强 甚至我认为现在根本不是什么 卸票行情 这个容我以后再说 这句话你把我记起来 现在还不是卸票行情 所以你以后看了你就慢慢知道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大家整个反应都还在电子股上 电子股重要的事情 我也会跟各位报告 那么现在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我一次在节目上跟各位讲 各位注意 我在股市现场这么说 我说神盾为什么这么会飙 神盾因为它的指纹辨识系统 现在三星就是要推这支王牌手机 叫S24 那这支手机就叫AI手机 里面有一个指纹感测辨识系统 通通都有神盾供应 那单价是五块钱 所以估计现在因为这个AI手机 会卖到一千五百万支 一年三千万支 大家都喊这个数字 那个小米也喊三千万 小米喊两千万 华为喊三千万 华为也喊三千万 小米喊两千万 那么能够卖这么多支手机的话 对神盾贡献就这么多了 所以大家看到说神盾今天 有一个报告写得更夸张 它说它可以赚十二块 我是不太敢这样子写 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照这个去计算的时候 那神盾大概是七到八块钱 也许再隔一年又卖得更好 它也许是这样算 先不管 总而言之 现在看起来EPS是负的 你看我要讲什么 股市多凶险 神盾集团每一家公司都是负的 结果呢 原来后面会赚钱 股票就先涨了 所以股票市场真的有的时候 真的你必须要稍微去思考说 到底他们这些股票 有的时候真的还不见得是要让你赚 所以来今天停牌 明天放个好消息好了 放个好消息我觉得 来像这个整理完之后再创新高的 至少还有个新高点比较容易吧 对不对 这个顺着五日均线 至少有个新高点还勉强勉强 但是如果已经涨很多了 那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认为明天的消息可能就是很普通的去反应 所以各位可能一边进场的时候 刚刚我提到的 从PC 股票市场要怎么样才会赚钱 PC在大涨的时候进PC 对不对 等到PC要休息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PC了 好吗 跟我这样子做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同样的手机在大涨的时候进手机 听到第二次利多了 这是第二次哦 前几天说并工一家公司 今天又要并了 并来并去 这个跟国具很像 知道吗 说真的后面你说还要真的看得懂不容易了 还要真的看得懂不容易了 所以我觉得明天的好消息可能未必会反应 至于说像这个 这个就简单很多 来我就直接跟各位说了 我觉得基本上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我也不会跟你隐瞒哦 各位来看一下 那么2025年我们的太阳光电 不管是余电共生太阳光电 都必须要完成到所谓的 各位看到没有 2.57亿之亿瓦本身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么大的2.57兆瓦 2.57兆瓦这样的情况 现在目前进度还没达到四成 奇怪了 我们不是说要做这种太阳能光电 怎么到现在为止还没达到四成呢 表示怎样 表示有些很多法令不见得会通过 就说各位看到没有 假设在屋顶要装太阳能板的时候 各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吗 101年9月18号当时赖清德市场发生什么事吗 屋顶要装太阳能板 你看屋顶装太阳能板 发生什么情况 有多少案 407件 有100多件 那个屋顶是违建 对吧 我们很多人屋顶是有违建的 有加盖的 那这个可不可以装太阳能板 那他们把这个所谓的违建案给他搁置 然后照常让你装 装在违建上面也没关系 将来拆违建的时候 拆拆他的违建 但是不拆太阳能板 你能不能了解那个意思 假设说你屋顶上面有违建的时候 当时是提出这样的类似的一个讲法 因为台湾有很多寄存违建 他自己家里就叫寄存违建 对不对 那寄存违建可不可以装太阳能板呢 那这个时候当时在台南是采取开放政策的 将来会不会朝这个方向走 或是在这种所谓的太阳能阳光屋的一个合作计划上面 再采取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放宽 这就是这六成没办法成功的金数 台湾老实说一件事 这个我讲的都很实在 这代表什么 代表我不是念书而已 很多老师就是念书嘛 念书谁不会啊 你看起来一副就是很保读私书的样子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一下 这个努力空间为什么这么大 那为什么会有争议 就在这个地方 甚至有些地方因为争议的关系 就发生了一些事件 但是我觉得这些事件将来都有机会排除 那直接看的就是所谓1609的大雅 我也不跟你隐瞒 我认为这后面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观察的 因为他现在目前是全世界 不管是他底下的大雅绿能 或是底下的大雅太阳能板等等这些方面的公司 都是全国可以说是排名数一数二的 那他EPS有三块多 公司又很低调 我就直接这么形容 他算三块多啊 他越南厂还有一块多还没算进来 那基本上他公司又很低调 大家可以注意嘛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努力的 第二件事情呢 AI手机 手机要怎么看呢 来 我认为这后面还可以继续观察 当然了大力光比较大支啊 那会不会有小支一点的表现 或是大力光 大力光也不算太大了 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大力光现在既然手机要越卖越好 这里会不会慢慢的在这个缺口先稳住了 上一次大力光就已经先涨多少 涨400多块了 一张涨40几万给我们大家赚 然后当然我就会觉得继续追踪他啊 所以手机应该还是没有太大问题 而且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神盾集团的手机涨上来那只是第一波啊 后面还有新的手机这才是重点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从现在开始还有很多事情你要做啊 股价市场里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赚啊 一个月就够啦 不会赚做一年也没有用啊 接下来各位看到没有 好 让你去了 不用管 我念给你听 国际电话展有没有 有啊 国际电脑展有没有 有啊 国际电竞展现在正在举办哦 在菲律宾哦 那这些呢都是所谓AI将来可以迈进了一大步啊 那么这些跟现在已经涨上去的股票也没有关系了 还有呢 融资减融券增加 第一个9958的四季钢已经创新高了 这四季钢还是赚最少钱的一个太阳一个风力发电的股票 我认为绿能啊还会有新的股票要涨上来 这是政策里面可以注意到的现象 甚至呢各位注意一下下爆发力比较强的应该在手机的部分 爆发力比较强的应该在手机的部分 我希望所有朋友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手机概念股哇今天又叮叮叮叮又上去了 那么等到小米等到这个华为又做手机的时候 机会就来了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来 而且呢你要能够了解政策洞悉产业才能够掌握行情 欢迎你跟上财富指挥官 那么我们年后开始起算会计 请你赶快来电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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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骑士走 这间差不多了喔 准备上餐 到哪里啦 回到台北啦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了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错车了 你累了吗 保力达满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满牛 黄建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路诈骗猖獗 利用黄建哲肖像发送LINE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运达投顾黄老师 年轻年新希望 把握年前资金行情 掌握景气循环 岁末感恩大回馈 为其农历年后起散 让您带着满满的红包过年 岁末感恩专案 请您立刻拨打 022-2781-0909 茫茫古海资讯爆炸 您该如何掌握获利契机 并拿投顾黄老师 28年股市经验 了解股市涨跌道理 独创SI九大要领 洗盘片线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 丰富的经验实力 是您最大的投资依靠 您的资金需要最大的呵护 才能掌握股市暴富的机会 黄老师 唯一投资自负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市 现阶段首次